能看懂这个故事,都是当老板的料 老王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在外常年经商,顶居在县城,小有积蓄 二儿子在老家搞起了养殖,日子过得也不错 有一天,这两兄弟的二叔要建房子,先找到老大借五万块钱 老大说,二叔啊,借钱没有问题,我是做生意的,手头资金难免有时周转不开 你给我写一张借条,一年之内归还本金,如果还不了,按银行最低利息算 二叔听后,连饭也没吃就走了,又来到老两家,二叔说明来意之后 老二毫不犹豫拿出五万块钱给了二叔 二叔当场感激替零一个劲儿夸老二董事 回到村里,二叔逢人就说,老大如何为父不仁,老二如何仗义 老大听了摇头哭笑,一年之后,因老二养殖场遇到资金周转问题 多次向二叔要回五万块钱,二叔总是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 一来二回之后,老二只能把二叔起诉到法院,最后钱也没有的 亲戚也没做事,老二很郁闷,就去找自己的大哥 大哥拍拍老二的肩膀说,做人要懂人性,下水要懂水性 为什么有些人穷?因为他和富人的思维,想法是有很大差异的